三四线楼市危险了 将来房子降价也难卖 两类人要遭殃了 在2016年之后 全国楼市遍地开花 一二线城市也好 三四线城市也罢 只要有楼盘的地方 开盘价一次比一次更高 这种火热行情 一直持续到2018年国庆 那一年国庆黄金周期间 多地楼盘降价卖房 业主打杂售楼的新闻 彻底打破了楼市一贯的宁静 我国房电市场正式开始冲高回落 其中一二线城市楼市 在严控之下率先回温 三四线楼市则延续 短期的惯性上涨开始 之后才开始逐渐降温 在这一轮楼市阶段性的转折中 一二线楼市降温 是政策调控的产物 相比之下被政策遗忘的 三四线城市楼市降温 才是楼市真实行情的显现 三四线城市 本就没有产业基础 能够提供的工作岗位和收入水平 不能满足当代年轻人养房 养车以及养育 下一代的需求 当地的教育 医疗交通等基础配套设施 不能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 对美好生活需要 所以除东部沿海之外的 绝大多数三四线城市 人口都处于净流失状态 可见三四线城市本身 没有房价上涨的核心驱动力 2016年之后 三四线城市房价 之所以能无脑膨胀 并不是受源源不断的 刚性购房需求支撑 而是得益于两个字 一是厂 一二线城市限购 导致投资需求 外移到三四线城市 炒房客囤房 营造了供应求的假象 进而推高了房价 二是拆 甭改安置 由15安置 转为货币化安置后 造就了大量持有百万拆迁款的爆发户 这些钱又迅速流回到楼市 导致房价翻倍上涨 只有刚需和刚改支撑的楼市 才是健康可持续的 而靠炒房客和正做红利 支撑的楼市就是一堆泡沫 怎么涨上来的 最终还会怎么跌回去 三四线楼市本就摇摇欲坠了 如今又迎来了致命一击 二线和新一线城市 楼市政策松绑 过去三四线楼市最大的优势是 购房门口和首富比例低 没有大城市购房资格的人 可以在周边三四线城市买房 但是如今三四线城市的这一优势 也被逐渐弱化 前二线城市也陆续加入 调控松绑的阵营 降低首富比例 借出或放松限购限设 下调房贷利率 放宽供基金贷款政策 发放购房补贴 叠加开发商频繁降价 大城市边缘楼盘的房价 与周边三四线城市房价的差距 逐渐缩小的因素 二线和新一线城市 为楼市松绑的一操作 将会是对三四线城市购买力 和购房需求无情的掠夺 在这场无声的搏异中 最终败价阵来的 无疑是没有资源和产业优势的 三四线城市 在房价下跌的同时 这两类人也要跟着遭殃了 第一 高价接盘的房价 三四线城市房价下跌后 高价接盘的房价 将面临三个风险 其一是房子贬值 全家人的资产缩水 其二 开发商的利润缩水 或者亏本经营后 轻则会为了缩减成本 建房时降标减配 导致房屋质量问题频发 重则还会停工 导致期房延期交房 甚至烂毁 其三 当购房需求 被周边大城市逐渐消耗后 房子的流通性只会越来越弱 第二 囤房的炒房客 炒房客就是通过低买高卖 赚取差价收益的一类人 2016年前后 进入三四线城市 囤房的散户和职业炒房客 数不休数 对那些买入期房的炒房客 从交钱到拿房 需要两三年时间 三四线城市房产证 办理周期更长 至少又需要两年时间 通常只有房产证 或者期税出票日满 两年才能 免征增值税 房子被封锁了至少六年的时间 如今好不容易满足流通条件了 却先后遭遇了房价下跌 接盘侠被大城市 无情掠夺的双重打击 将来即使房子降价 也很难卖出去了 全面降低首套房利率后 为何买房积极性依然不高 五个现实原因 5月15日 央行银保监会发布通知 要求对于贷款买房普通自住房的居民家庭 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 下限调整为 不低于相应期限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减20个基点 不考虑商业银行差别化价点的因素 按照目前 五年期及以上LPR4.6%测算 相当于首套普通自住房贷款利率 可以低至4.4% 值得注意的是 降低房贷利率的福利 仅针对新发放的个人住房贷款 已经通过房贷审批 开始按月还贷的购房者 则无法享受这一福利 央行的这一动作目的很明确 刺激楼市消费需求的释放 帮助开发商共度难关 那么房贷利率全面降低后 购房者到底可以节省多少利息呢 以总加100万的房子 首付三成 贷款70万元 换款30年 等本息来计算 房贷利率由4.6% 下降至4.4%之后 每月房贷支出减少83.18元 未来30年 共减少利息支出近3万元 房贷利率下调的本意 是激活楼市需求 但根据市场的反馈来看 刚需的买房积极性 并没有显著提升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究竟根源 主要跟着五点有关 第一 购房者对房贷利率的敏感度 弱于房价 老百姓不买保时捷汽车 是因为车贷利率高猛 明显不是 而是车价远远超出了 大多数人的购买能力 房间市场也是一样的道理 房贷利率对购房成本的影响 微乎其微 真正决定购房成本的 是贷款本金 也就是房价 如果房价不降低 工薪家庭 连买房的首付都测不起 也就不会产生买房的想法 第二 部分商业银行 没有同步下调 房贷利率 此次央行发布的通知 较为突然 很多商业银行 没有做足准备 尚未及时下调 房贷利率 但有了央行 斩钉解铁的同时 和各大媒体的造势 购房者对房贷利率下调 形成了较高的预期 因此 在银行下调 房贷利率的承诺 没有兑现之前 购房者 不会轻易签订 购房合同 第三 利率定价 遵循 因成 因银行 实测原则 现在房贷利率的定价模式是 LPR加基点 各大行业银行 可以根据 自身实际情况 确定基点 比如有的银行增加 60个基点 有的银行增加 40个基点 央行此次下调 房贷利率 并非是 LPR利率 直接下调 而是建议增加的基点 减少20个点 因为没有统一基点基数 所以银行的操作空间很大 最终能否让购房者收益 还有待商榷 第四 不能忽视购房需求 减少的事实 截至2013年 中国20到50岁的 主流职业人群数量 达到顶峰 2014年后 房价开始回落 直到2016年 彭改货币化安置政策的刺激 导致我国 房价又一次坐上了高速列车 同时 房价上涨的恐慌情绪 也透支了大量的购买力 叠加如今我国人口老龄化成度加深 人口出生率和结婚率下降 成正化发展进程 放缓的因素 我国房点行业 已经由增量时代 过渡到了高质量发展阶段 未来刚新购房需求 只会越来越少 楼市交易冷清 将会成为常态 第五 楼市购买力降低 去年的交配行业 今年的互联网和房店行业 先后掀起了 降薪采源的巨浪 如今疫情又导致多个行业的收益受损 老板和员工都面临收入下滑风险 所以现在即使想买房 也是有心无力 每月降低的几十元房贷 根本不足以刺激消费者的购房欲望 综上所述 降低房贷利率只能让一小部分正在准备买房的人加快买房节奏 但是想带动交易活跃和房价上涨还远远不够